葡萄牙旧经济除了端出投资移民计划之外 还打出了蛋挞救国的口号 计划要出口正宗的普世蛋挞到世界各地 你可能会说这普世蛋挞不是台湾澳门都吃得到吗 但那都不是创始老店最原始的秘密配方 原来葡萄牙蛋挞最初是在19世纪 当时有李斯本一个修道院的修女研发出来的 后来修女她把这个秘方给了隔壁的面包店的老板 老板就开了葡萄牙第一家的蛋挞店 这个店呢她因为很靠近港口 所以普世蛋挞很快的就流传到了葡萄牙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但是这个创始店200多年来 她不愿量产 她也不愿外销 担心会影响到品质 蛋挞秘方更是最高机密 据说只有三个人知道 也因为它如此特别 即便在现在葡萄牙经济衰退 很多人是连一颗40元台地蛋挞都吃不起的时候 这个创始店还是天天的大排长龙 这不只是一颗蛋挞 这是一颗流传百年的葡萄蛋挞 落大空间里弥漫甜甜奶香 来自世界各地的涛客 总要点上一盘蛋挞 再配上一杯Espresso 才算来过葡萄牙 提到台湾的国民糕点呢 你一定会想到就是凤梨酥 但是在葡萄牙呢 就是普世蛋挞了 这间蛋挞店创立于1837年 知情营飘销超过百年 每天都是这样子大排长龙 外头排队的人 全都在等待这个声音 经过高温400度烘烤的蛋挞 上头还在冒烟 老经验的女工不怕烫手 直接徒手剥除 抢在蛋挞冷掉之前 送到客人嘴里 相传十九世纪 修道院修女将用身的蛋黄废物利用 做成蛋挞补贴收入 没想到大受欢迎 直到1820年自由革命 葡萄牙所有的修道院 都被迫关闭了 绳职人员瞬间失业 修道士为了谋生 将蛋挞配方卖给一位商人 才有了这间专卖店 在这个地方 以前是一间酸酸製品 然后在1837年 就变成了这间酸酸製品 所以这些年轻盛的食材 都在整个年轻盛 手製品亦是同样的 我们保持食材的秘密 只有三个人知道的食材 我们叫他们我们的厨师 正宗的普世蛋挞 用起酥面团做外皮 吃起来很有层次感 炸入蛋黄 鲜奶和糖搅拌的内馅 结果高温烘焙 糖分过度受热 表面产生的不规则交搬 是最大特色 蛋挞秘方被视为最高机密 流传至今一百多年都没有改变 因为你说这就是一个秘密的制补 但你可能可以说一些材料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什么是在那里的蛋挞 这就是一个秘密的制补 所以我显然不能发现秘密 或我会被吵了 但像这些蛋挞 你必须用腐,肉,蛋挞,糖 这些是最基本的材料 为每个蛋糕也为每个蛋糕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厨师来进来 来到这种特别的产品 叫做Pastelle de Blaine 我是德国人 我第一次来葡萄甲 然后我来这里 因为我听说这边的蛋挞非常好吃 然后我也觉得真的很棒 然后我在台湾也吃过这个蛋挞 我觉得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 它真的味道很好 在网络里我们没有那种甜的 我们在试图中摔到我们的世界纪念 我吃了五个蛋糕 他吃了两个蛋糕 所以我们是 很多人冲着蛋挞创始店的名号 不远千里而来 一个月40元台币的蛋挞 每天可以卖出2万个 堆起来的高度 相当于1.5个台北101大楼 年销售额超过700万欧元 折合台币3亿 我们一年半把价格积了 我们留下的价格积了 通过布图州政府的市民 我们从95元至1元 5元大工票 这是我们现在账的价格 仍然是浪购的 亦比其他地方相当于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最近已经在 morning 今天我們可以購買這個價錢不太貴 葡萄牙陷入37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失業率高達17.8% 其實很多本地人為了省錢 連一塊五毛的蛋塔都不買了 幸好觀光客依舊很捧場 讓老店維持低價仍然可以繼續生存 一百多年前使用的老收銀機 老餐盤 老磅秤 至今都還保留在店裡當作鎮店之寶 蛋塔店陪伴李斯本將近三甲子的歲月 不僅客人從小嬰兒吃到當阿公 服務生也是從青春少年做到白頭翁 我我是雙漢漢漢 我在家四十年 我家最愛的經濟 我一直都在一直在家 我喜歡在家 我一直在家四十年 曾經有人問 蛋塔店每天大排長龍 為什麼不開分店 答案很簡單 就是堅持品質而已 要外銷出口 蛋塔必須冷凍運送 口感勢必會變差 品質無法控管 儘管老祖宗是發現新大陸的航海先驅 百年老店有自己的經營哲學 就是保守的顧好一家店 他們堅信只要品質好 不論多遠都會有客人上門